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备受期待的中国游戏黑神话悟空 这款游戏不仅在视觉效果上令人惊叹 还因其独特的中国神话背景而备受瞩目 但开发团队的性别歧视言论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最后印尼推出了一个全新的黄金签证计划 旨在吸引高质量的投资者和专业人才 以推动国家的经济增长 这个计划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 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ogu US 报道 出演《神探夏洛克》的女演员阿曼达 阿宾顿指责BBC未能认真对待 她在与星共舞节目中的虐待投诉 并阻止了50小时的证据 在接受Channel 4新闻的情感采访中 阿宾顿指控她的舞伴乔瓦尼 佩尔尼斯的行为不当 尽管佩尔尼斯强烈否认这些指控 阿宾顿表示她在演出第一周 就向制作人投诉佩尔尼斯 之后每周制作人都会告诉她 他们对录像感到震惊和抱歉 尽管她的律师被阻止查看这些录像 但她仍然决定追求赔偿 BBC正在调查此事 并已为夏季节目引入陪护人员 以确保参赛者的安全和福利 《卫报》报道 中国开发商Game Science去年发布的首款主机游戏 《黑神话》《悟空》引起了广泛关注 该游戏灵感来自16世纪伟大的中国小说 《西游记》展示了孙悟空与佛教民间传说中的恶魔 和持剑的拟人画狐狸 在美丽的森林中战斗的场景 游戏的预告片在发布后24小时内在YouTube上 获得了200万次观看 在中国视频网站Bilibili上超过了1000万次观看 尽管开发团队面临巨大压力 但他们感谢玩家的热情支持 然而当被问及有关团队成员 涉嫌性别歧视的报道时 Game Science选择了不与置评 这让人们对其企业文化产生了疑虑 尽管如此 《黑神话》《悟空》的视觉效果和游戏体验 仍然令人期待 经济学人报道 媒体业务的转变正在改变体育迷的体验 1936年 柏林奥运会首次通过电视转播 约16万人能够收看 1948年伦敦奥运会时 BBC提议支付1000几年 约合今天的4万美元 已获得转播权 但奥委会表示无需支付 从那时起 体育转播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电视转播权成为了体育赛事的重要收入来源 极大的改变了观众观看和参与体育的方式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媒体平台的多样化 体育迷们现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 实时观看和互动 享受前所未有的观赛体验 Nike Asia报道 印度尼西亚推出了黄金签证计划 旨在吸引投资者和拥有稀缺技能的专业人士 这种签证允许持有者在印度尼西亚停留5到10年 总统佐科维多多在启动仪式上表示 黄金签证将简化外国人在印尼的投资和贡献 并吸引更多高质量的旅行者 个人可以通过投资250万美元 获得5年签证 或者投资500万美元 获得10年签证 此外旅行者还可以通过 在国有银行存款35万美元 获得5年签证 存款70万美元 获得10年签证 这些存款可以用于购买政府债券 或印尼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股票 公司则可以通过承诺 投资2500万美元 获得5年签证 或者投资5000万美元 获得10年签证 印尼在去年8月开始测试黄金签证 已经吸引了1.23亿美元的投资 并计划在年底前发放1000个黄金签证 OpenAI的首席执行官Samuel Altman 成为第一个获得黄金签证的人 印尼移民局授予他10年全球人才签证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全球科技股暴跌 引发了股票市场的多重重挫 投资者纷纷涌向债券 日元和瑞士法郎等传统避险资产 欧洲主要股市下跌超过1% 亚洲市场也受到影响 那斯达克经历了自2022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天 Alphabet和特斯拉的业绩令人失望 中国央行意外降息 加剧了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担忧 导致中国股票、铁矿石和油价进一步下跌 投资者对全球降息的预期增加 市场波动性上升 导致美元对日元汇率大幅下跌 MSCI全球股票指数下跌1% 日本日经指数下跌3.3% 其中日产汽车季度利润暴跌99% 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 降至近6个月的最低点 市场完全预期美联储将在9月降息 避险货币日元和瑞士法郎也大幅上涨 短期债券收益率下降 商品市场中铁矿石价格下跌近1% 铜价下跌1.2% 油价接近6周低点 卫报报道 英国工党为其大英能源计划辩护 尽管外界对资金来源表示担忧 能源部长埃德·米利班德表示 大英能源需要时间才能开始盈利 政府已拨出83亿英镑 用于投资新风电厂和太阳能项目 这些项目建成后才能开始产生回报 米利班德在BBC早餐节目中表示 预计在本届议会期间将开始产生回报 他还承诺英国将永远不会再面临能源账单危机 并强调依赖化石燃料 使国家依赖全球市场 他表示 创建大英能源是为了应对能源不安全和气候危机 这将使英国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并推动成为 清洁能源超级大国 能源公司将获得83亿英镑的公共资金 用于投资绿色技术 目标是通过与皇家财产的合作 开发额外的20、30、GEW海上风电 批评者认为 需要更多资金来实施这些变化 但米利班德表示 这将是公共和私人投资的结合 Yoku US曼联宣布了新赛季的客场球衣 这款球衣采用了深蓝色为主色调 并在全身印有重复的M字样图案 以此庆祝俱乐部所在的曼彻斯特市 这种大胆的设计 不仅像30年前曼联球衣上 常见的3D字母图案致敬 还暗示了曼彻斯特的三条河流 球衣还配有马球岭 肩部的阿迪达斯条纹上有银色细节 后颈处则印有曼联的红膜标志 整套装备包括深蓝色的短裤和袜子 曼联球迷们 你们对这款新球衣有什么看法呢 Nike Asia台风钙米登陆台湾 导致地洼地区洪水泛滥 山体滑坡 以及房屋和商店受损 该风暴席卷西太平洋 在菲律宾造成22人死亡 220多人受伤 台湾则有3人死亡 台湾的办公室和学校连续两天关闭 居民被敦促待在家中远离海岸线 台北市显得格外安静 只有轻微的降雨和偶尔的阵风 菲律宾方面因溺水和山体滑坡 死亡人数上升至少有3人失踪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报告称 一艘装载约140万升工业燃油的邮轮 在巴丹省沉没 救援人员救出了16名船员中的15人 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 马克思下令加快向偏远农村地区 运送食物和其他援助 风暴的影响 预计将持续到星期五 并向中国大陆方向移动 Nikeasa世界事务 正在经历一场转型 西方国家作为全球事务 最终仲裁者的力量和团结 正在明显衰退 西方的政治特征正在迅速变化 更多国家优先的领导人和政党 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自2020年以来 我在新加坡观察这些变化 写下了无西方化 全球大众平衡 亚洲的经济重心 正在向中国和印度转移 印度尼西亚等国 也有望实现显著增长 非西方国家的战略自主性 不断增强 例如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和南非 全球重平衡 不仅限于硬实力和经济 还涉及设定标准 引导关注和解决危机的能力 以乌克兰战争为例 西方通过七国集团 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但即使投入数十亿美元 也无法驱逐俄罗斯占领者 非西方国家则主张 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这与西方的立场 形成鲜明对比 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 美国政策可能会转向 放弃乌克兰 达成和平协议 这将标志着一个 更具交易性的西方的到来 也预示着一个 更少由西方主导的世界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大陆正全力准备 迎接超级台风钙米的来袭 这场风暴在重创台湾 并给菲律宾带来毁灭性降雨后 预计将于周四 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 国家气象中心 在周三降钙米升级为超级台风 并发布了今年首个红色警报 这是最严重的台风警报 超级台风钙米中心附近的 风速达到每小时151.2公里 94英里 这将是今年第三个 袭击中国的台风 而中国已经面临严重的洪水 和极端降雨 福建和浙江两省 已经做好准备 停飞航班 停运船只和火车 并关闭户外景点 福建气象局 在周四启动了台风和暴雨的 最高级别紧急响应 以及应急响应 根据福建首席气象学家高山的说法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二强的台风 对防灾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福建省已经疏散了超过15万人 福建省铁路部门 周四停止了省内所有火车运行 以应对预期中的暴雨 水利部位浙江和福建的洪水 启动了四级应急响应 这是四级响应系统中最轻的级别 预计这些省份将遭遇 从暴雨到大暴雨的降水 可能导致洪水 中国气象局表示 超级台风钙米预计将进一步深入内陆 带来强降雨 水利部首席预报员尹志杰 在接受国家电视台 CCTV采访时表示 台风将从南方扫过全国七大河流流域 水利部长李国英 在周一表示 台风钙米登陆后 预计受影响地区的暴雨 将持续约一周 李国英敦促水利部门全力确保 不发生人员伤亡 不发生水库溃坝 不发生重要提防尸首 不发生重大基础设施影响 同时 中国北部也继续遭受暴雨袭击 在西北省份甘肃 两条国道阴尼湿流 洪水和山体滑坡受损 而首都北京 在周三发布了暴雨红色警报 据CCTV报道 台风钙米 周三经过菲律宾十位登陆 但触发的强降雨 造成至少22人死亡 超过60万人因洪水和山体滑坡 被迫离开家园 根据美联社报道 中国已经部署高科技手段 加强台风观测和预报 国产无人机海燕 在周日穿越海南省的台风普拉比鲁恩 收集数据并实时 传送到天晴气象云平台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说法 这架无人机 通过部署8个气象探头 记录不同高度的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 和压力数据 提供台风的全面3D试图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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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